欢迎大家收看今集的《祖着先机》 很快就来到第三次赛事 今次回到沙田是泥草混合战 十场的沙田赛事当中八场有草地 两场是泥地 开跑时间同样是一点正 赛道就用A加三跑道 先看看赛事的马场图 四个就草地不同的路程选择 有1000直路,1200,1400,1600 另外泥地就两场都安排了1200 天气的情况应该就正常了 希望赛果都是正路 另外也提提类类绩多宝 首先是3T 有超过1000万的类绩多宝 另外六环彩六宝掌方面 也有350多万的类绩多宝 至于今次赛事里 也有不少松化兵 因为头过树,他们也初出 运回到松化,让它休养生息 慢慢再做功夫来跑 而今次的松化小八科 也有些新东西 大家看看 大家看看这些行马机 水中渡行机 有八格 有些八个都不同的马房 但你可以看到马行的形态 有些不同 有些年纪大些就不太肯走 有些年轻的、年轻的 都在玩 比如这些H171 一直追着架走 有些呢 这只J254 好吗? 威威呢? 它是在玩水的 一直滑滑滑 这也是H453 你看前脚 一直滑滑滑滑滑 反而这些又是 有些不同性格 鏡头所见 那只H453 今次有粉刨 百姓威龙 特地跟大家说 因为它在神糟跳 完全不起眼底 一去到水疗机 它是窄窄跳 即是反映到马 性格有些不同 大家好 又来到松化动态的环节 今天开场 介绍一个 水中暴行的水疗机 其实旁边 就是一个泳池 两个相较很近的距离 当然作用会不同 例如水疗机 只是浸了四肢的情况 所以大家看到 刚才的水疗机 就不需要马夫去拖 只是那个机 自动运作 那些马就跟着它走 不过你会看到 那些侧身马 有些在咬一条铁 即是那只好马 威威就是了 之后它都会再跑 另外那些老马 有些人不肯走 有些就活跃 所以这只马 性格都挺搞笑 但是游水那边 就需要那些马夫去拖 因为游水 就浸了头 所以很多马 为安全起见 都要牵引着 怕那些绳子 会发生意外 所以上面的设施 虽然香港部分设施都有 但是重化 那些硬件 相当完善 说回今次的赛事 今次说了三只马 出自有几个不同的马房 有容天鹏 方家柏 和近期首封正顺的廖康明 先看看四场一 就是线路通明 容天鹏的马 刚刚马房都凭时尚风趣 开了齋 看看这只质身马 在赛前八月二十九 试习的情况 当日他很硬试 去到第九祖 所以当日天气 已经是非常严热 所以这只马 已经有点猛症 其实工作人员又心急 入了习的 希望他快些 但这只马 仍然都不肯就范 这个已经是超快镜 转转转转了很久很久 都不肯入习 结果都能够顺利入得到 但是反映到这些质身马 可能是因为环境 或者气候 令到一只马一焦急了 他又好像不愿入闸 去试闸 你看到他出闸 就顺利 但是跑了一段路 可能就是因为 刚才他闸前 绕阳过 所以跑起来 他有一些抢口 令到一只马心情 焦急了 有时的马 你不要认为一出闸 很快可以稳定到走势 有些马 可能你要给十多二十分钟 让他慢慢平静 心情 他才可以 将口放松一点 也未定 有些一路急起来 可能会错 所以这些质身马 现场是很关键 另外第二只 就是陆场的延芯星 看看他在登山跑道的情况 这只延芯星加了一个头罩 其实以往他就不是那么懒 但是落了个头罩 在一个微微上射登山跑道 这个助手就落力了 由头去到尾 但是骑还骑 马是不愿走的 不过他一去到试集 旁边旁边左右有马 跟他逗一下 跟他一起跑 他就肯走 试集他不是很差 我特意选货登山跑道 给大家看 你要注意配备的转变 有时你不要只看一货 陈粗觉得很厉害 很正 可能就是因为第一货 配备落这个眼罩 比如落面裤 或者拔了头罩 他跳起上来的形态 会觉得很有新鲜感 跟平时很不同 那就会更厉害 或者会加了头罩 好像刚才的延芯星 又立了 所以这些要在长年累月 一直慢慢 每一只马的神操 去了解 去了解马匹的性格 第三只也是第六场的 新强福营 廖康明的马 看看他8月22日的大集情况 他今次赛前就试了两个集 这个集是建策学员试的 起步就慢了 其实他慢集 他在早期出道的时候会有 但是去到上季季中 季尾 他出集正常 但是这一早集 可能都内 不知道是否没有跑 还是没有试集 有些发梦 出集就慢了 但是入到直路 你看到建策学员 轻松到震 隔离左右 全部的骑士 都要吃下去 动手 开边 他就是按住自己 嘣嘣嘣冲上来 顺利赢 虽然出集输了 但是到最后试得很好 反正都知道 新强福营 其实状态 作战情绪是不错的 所以那个漏集 我相信问题不大 好了 总括来说 今次这三只马 线路通明 要留意一下 现场的情绪 会不会扭气 发脾气 另外延心星和伸强福营 在杂或试跑的表现 其实都不错 好了 今天的重发动态 先说到这里 看看马房方面 选择了廖康明和毛韦杰 兵力分布方面 廖康明马房 总数有四只正选马 另外毛韦杰马房 都是出马到多少 总数有六只正选马 有些拆组场合 大家都需要留意一下 说完这个练马师 又看看骑士 继续都选了哪两位 开罗至今 跑了两次赛事 大小潘是领导群雄 潘顿暂时五分 潘明辉三分 紧随其后第三是霍宏星 其他很多都未开齋的外籍师傅 今次继续都选潘顿 他是零零色色恶 其次就博一下希威森 我想他那些譬如精算特殊 热过身的逆市奇霸 甚至你说桃花多 聖多多都有些增性机会 当然我想不及潘顿 那手马 潘顿是零色恶 另外那些受伤 停赛骑士暂时没有 暂时都是齐脚的 当然了 大小潘 开头开得挺漂亮的 希望可以继续成绩 延续下去 田太安都要加油 事不宜事 看下头场赛事提起 头场赛事是四班赛 这一组是1600米的路程 状态指数分布上 7号、9号都是状态性 我和阿康都觉得 9号马都挺确定 配备改动1是面窟油 初扎尼 4号是初戴面窟 扎尼无变 5是随眼罩 他就交叉臂窟照大 另外亦从戴面窟去跑 先看看君志盛 这次有很多只决过阿康 有些马大 两三天不是特别严重 亦有些很早期 君志盛就在后面 一直追上来 但是细头就一样 是的 这只马大过呼吸而弃的 君志盛 所以我自己对于他 长期的表现都有保留 所以你看到他有时跑 他会近 但亦会有时试乘很远 所以我想可能呼吸也有关系 我觉得他的A动作 就有些很紧的 那只马 幸运同行就外面 其实这些马 上季只是来香港 由五月份才开始跑 其实都不是那么特别 可能还要多些时间适应 这只是共享富裕 刚刚才跑过 当然那场都没什么用力 大家都知道是塞车 塞了大半程 内圈度部为主 保持着马身 幸好就不是跌太多 跌13磅 因为暑假都会存回 这些磅 跑了一场就跌了一点 好了 接着绿色好运 其实这些马的潜质不差 但是就真的要阵上面流放 又要一只马可以做到僵口 贴服些会好些 一对了 就登山跑道的拍跳 左手边有个避孤的 就是这一场的英俊飞区 右边那只是质身马 大家都扣得很慢 25.8 所以这些拍跳上车 又不是看到太多 跳到30-25 30-26 这些当然要拍 一定是厉害 每一只都顶得很拜神 这只狗狗为金 我一般都要跑支 整天都喜欢扭在前面 我觉得这只马不游身 这只美丽多刑 我自己看看有没有看错这些马 我觉得它没有上季那么活跃 可能也被它试集影响 试集就大力推其大力省 它又不是追太多 好了 神驱马令 还有一只外面就是无敌精英 都是拍着在松化 慢慢躲下步 又是时间上面 火候可能还是差点 我想它会跑得近 都可以留意着走势 至于这只精算特殊 马房也都刚刚赢了一只时尚风趣 它是一只比较放得柔一点的马 不是很漂亮的脚法 不过我想它放下放下前面 有些威胁 头场赛事 四班跑千六米 出马就不满压 首先选了两只都是跟前的马 两只都未算很高能力 英俊飞区和一只精算特殊 精算特殊 上星期见它落草地的助手弹杂 一起步已经猛禁 所以我相信都是想摔一货杂 出来就摆前面走 这一对就先要了 另外的马就可以留意3号 共享富裕 始终有过出赛经验的马 或多或少都有些帮助 还有可能那只精算特殊 总是一只它的扣铝 容天鹏那只乔峰也是 可能它们的心智上 都还未说是太熟 说真的 出跑道 你跑的马会是有点急 所以你看到它是施杂又弹杂 这只精算特殊 在一组不是那么高水平的赛事 没理由把指标调到那么高 那你赢过的马已经少之又少 这只马应该会放在前面走 我觉得它 起码在前面 你A加三栏那么难追 除非你真的超好多的马 你才二栏三栏 转回大外档追 要不然就初步看 应该对这类型前置主动营的马 是好处的 那马的状态挺好 所以先要一只9号的精算特殊 另外再选择就是热过身 沙漠马共享富裕 那你还要是跑1600 很多马初出就已经跑1600 在今季 而这些马已经有过一场热身 才要跑1600的话 照计就怎样都好些 所以会先选择这两只马 头场初试都简单研究过 休息一会 来到第二场了 继续看低班 五班千四米 先看看状态指数表 我觉得晨操 例地好一点的马 最多欢笑都跳得不坏 但它过往只有一些伤患记录 至于配备转变 就是10号马的星火辽圆 除了眼罩跑 好了 先看这一只很少见面的旋风转旗 因为它是长驱重化的马 当然了 五鹏指的马一定是操练足够 试集也足够 试集是猛金骑猛散 也算是有些追势 好了 全神贯注 它算已经不太急了 我觉得它开始真的慢慢稳定 上季不是赢完 接着又不行 其实那些马当时 它还没算是一只很稳定的马 今年我相信它会更加成熟 看看拍跳 近镜三条二就标之将来 至于埋便就是长途马的永胜金区 我记得上季行圈 它还是挺生的 它懂得跑一下 但就未踏入一个稳定期 接着勇冠王子 只是看到身形 和刚才永胜金区 比较差很大的吨位 这只大很多 但这一马因为这样 它变得翻步很慢 整天都好像很游游闲 那只马跳起来 我一般地地住 又是方家拍那些 冲冲再战的马朗日雪峰 当日开罗战跑 就放在前面走 但回到来就不太多了 看看这些粗身大马 热身可不可以再好些 身就没有那么流暴 好了 起胜威龙 我又不会介意 它试集的名次是比较后 这个大家要斟酌 因为九月七日试集 达地都挺有问题的 好了 看看这一组 九月四先 方头就戴红袍 黄武就是星运黄雀 尾尔桃多 包尾就运来五宝 这一招近期的试集 都相当多马参与 每个早上都很多马 戴红袍就放上了 放在前面走 都是惯常的跑法 中间盖上来 木火兄弟都快跑 升运黄雀就是一个马群 中间有少少迫劫 但这里散开了 它都冲上来 至于后面那些桃花多了跟跑 输得很远 那只云来五宝 刚才我说九月七日 地有问题 因为都变化地 又下了雨 星运黄雀在前面 后面那只旗子 鬥巢 脚开得很漂亮 始终都是一些年轻 我觉得五班 其实都有些作为 这些马会 看看这只灰马 最多宽兆 刚才都说过 泥地它是耍家的 所以试这个泥地集 它一直走外面 回来都比较逗 都算试得不错 而且我喜欢它这组试集 没有慢集 以往它经常出集 即是慢 但这组集就OK 中间穿上来 跑了 肩厂 外面美丽 宽兴 日日营 那些马 我想它跑草地都可以 现在就是看看 它临场出来跑的时候 会不会慢 慢多少 缺货那些三两天 就问题不大 不过你说它是否很小 是否这样 其实上千四会好 起码跳一条栏线 可以拖 接着就是星火燎园 这些都记得它 曾经有少少走势 在阵上 但它不是一只型格 很出众的马 即是快跳 不论看下来的样子 感觉就好像暂时 还是比较普通 嘉年华集有眼罩 大扭杂 接着试一下集 除了眼罩 放在前面就不同了 这只是全程路通 我觉得它没有什么 很大的变化 不过叫做以往会赢 但又不能跑错 排了十一档 这场都很多匆匆在战的马 可爱新星也是 上次开来日都追得很厉害 但你要留意它走圈 这只马上次赛前走圈 都是有点急 来到第二场 这组五班千四米 有好几只马 都已经有今季出赛经验 当中都会选其中一只 就是可爱新星 始终开来日的表现就相当好 但在我心目中 它仍然在开来日当日 可能人多 气氛不同 你可以看到它走圈 那只马都不太乖 希望这些 说真的 潘顿操控好些 它未必一定说 跑得比梁家俊更高 因为梁家俊很熟 这些马 但信能力都要放 另一只 起胜威龙 这些都是前领形 什么中榜一二一 这些放在前面 希望第三 第四 会有它份 另外二 有些进步 全神贯注 三号的永胜金区 相信跑落不太短 千四米 我想都是热身的乘数较多 好像暑假都有报导过 潘顿又说 吃多少 又重了多少 即是巨报 但现在一二零 今天不止跑一只一一二零的马 可爱新星是其中一只 其实可爱新星是一只早上 挺不受操控的马 千二上一次初出 拉松了 而它变成了 它跟得会比较顺了 当然我想它 如果走出来的外观 它不差 但经常都是很绷紧 那只马很急 那现在就希望有 全神贯注 星火辽圆 全程路通 朗日雪峰 这些马拉得散 这次不是排外档 排在里面的档位 就不用这样去杀 希望可以在这里 又帮得多些 所以先选这一只 其他那些 就临场再看 第二场赛事研究过 接着来 第三场 第三场 是四班千二米的短途赛 状态省神一点的马 四只大母子的马 又找不到 都是三只大母子的 这些才有 配备改动三眼罩 有戳札尼 四 戳戴面窟 五 除了鼻窟 戳戴面窟 札尼 没变 好了 先看这只财俊 财俊 有时的僵口 不容易做到操控 各样 现在还沙田 好像也不容易发挥 排在马嵐里面 这些档 我觉得未必对它好 接着这只 就是美神来 脚法不能变 天生的出步 又比较高 挖下挖下挖下 但是马身也算是修好一点 因为之前试了闪 我也觉得它是一只 挺死捕头的那类型的马 接着看这只灯胆王 上到1190磅 不过见它的修身线条 都未说很出力 先跑住 又转配备 接着这些 焦点马 河好运 尾三 对 接着威德勇士 都在这里 未赢 黄衣蓝 就威德勇士 旁边教它 换脚 挡来挡去 那只河好运 其实这只马 你看它这个大集 好像试得很好 首先出阻慢了 还有我建议大家看它 其实8月中下旬的泥地大集 它过中点有几下不是很纯 直至到来到这个大集 第二个才好一点 而且它不是一只很大榜 它只是1126 一路遮住了一只在外面 它是一只好像很脏身 很多肉 我想它会在那里 看看好不幸贏得到 这只快活英雄 我觉得它都开始初上力 但是看它的腾胸 翻步就应该不是那么短 那马房继续信心 都不是那么强 黎超声的马 升不上力那一刻 糟糕了 好了,接着就威德勇士 刚才也看过大集 一样的 我记得这马曾经都试过 在近排加过个眼罩 再去拍跳 都还在摸这只马 好了,看看那些重化试集 跟前第二就果然僥幸 外面神驱马灵 就不断不断试集 神驱马灵 就试很多集 好像那些旋风传旗 三个大集 他是懶鬼 所以每个集都要找些 较力点的骑士 去抖一下他 骑一下他 打一下鞭 他每个集都肯追 但他都是一些 军速死暴头的马 即是神驱马灵 相反那只前面的 果然僥幸 就轻松一点 这一组集 他就赢了 至少这样 似乎慢慢养得健康 对他来说也是好事 厌异那只 上季尾 七月才开始跑回 四五月又跑过 开始慢慢健康好 厨师发版 上季我对于他 完全没有好感 因为我觉得他上季 这一步很速的 走起上来 整只马好像很绷紧 今年我觉得他 稍俊的 好像红运派彩 是 出局很直 高气派 好 胜多多 他是一样东西 他这个星期都没有跳过 究竟他是草 还是想怎么 我都执不了这一刻 但出来有骑士圈 这一对 昨天早上去草地弹杂 陆续位后面 前面带头就是钻式傲场 一路都保持着这个距离 因为霍宏星都没有动手 纯粹就一路拍摄 试试草地 全城大胜 不过人家都赢过 神操我一向都是一样的 不过突然之间有时又好彩 马房仰得好 马到希望他都可以 来到第三场 四班千二米 出马继续都不满额 这组望下去 暂时水准又不是那么高 我相信四号马的河好运 必定会成为众矢之的 但是大家都要留意他的试杂 特别我刚才说过 第一个杂过了终点的情况 当然其后试了第二个杂 小小慢出杂 但是没断追得劲 另外弹杂就落了个面箍 所以你看到 廖康明在这只马身上 不断不断作出一些变化 希望帮得到这只质身马 另外有些好了些 例如厨师法版稍好 快活英雄也是稍好 但我相信他们稍好 就未能够足以在这一场 堵乱大局 所以虽然热点 都要先放这只河好运 其实河好运 细成叶满 当然你说长线发展 如果马马日后健康 各样东西没问题 就应该这些班 就有机会赢马 因为你会拿回他 跟什么马对过 又如何竞法 这个我都认同的 这个也是事实 但是你走出来看 一只马一一二六磅 但其实马马的磅数 不是很大 但是他很圆身 整只马到 变相好像看上去 脚有点短 坐得比较高 他拿平衡的时候 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希望他落场跑 能够做得到 但是你说兔珠一只独赢 热得这么紧 而是没赢过的马 那你要想一下 两个闸 那就有汗 这个是紧的 因为他一只闊风 另外就是 都没有用这个面固 是到最后才加给他 希望可以再令到集中 这个我信正面的 但是行不行要试 但我另外选了十 陆族位放在前面走 那个大闸因为放得太快 回到来才断了 不要紧的 这只马又不会那么热 所以可以扔住它 三场赛事都跟大家研究过 休息一会 继续看马进入第四场 又是五班千四 状态好的马尼组较多 但我觉得有些二、三、十、十、十一 都是有备而来的 配备转变第一 线路通明就全部除了配备 战斗英雄也是 凝道爆炸 除了防斜炮口含铁 重带就环形口含铁 希望大家都看到 另外腾飞塔就除了配备 好了 先看这只线路通明 它是一只很粗身的马 周俊乐都算高了 但你看到它蹲在马上 看到它也有些小粒 但我看它在松化 马的脾气都比较大 好,外面 桃花多 司集又是名次交为后 即是否爆上来 外面那只很厉害 是差一点 但不要抬到那么高 指标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马 它也需要 这只都蹲到来五班 古浪非凡 外面南武马会彩衣 中间加州代表 前面是线路通明 线路通明 就是我刚才说 在集前妖让的 就是这一组集 当日很热 很晒 自己也在现场 搞了很久 都入不了集 却之入到集 但又抢口 回来就不多 但相反 那只古浪非凡 虽然要骑 脚髮也不太漂亮 一路折折 都没有换脚 但它也透出贏 加州代表就迷难喘上来 其实线路通明的样子 都真的挺好 但不知为何上季会输到这样 希望跑得好些 古浪非凡 都是同一情况 新马回来 这么快 好生吐吐 以为上季好些 都是差不多 希望今年又不同些 这只又是洛斑马 尽优自在 但它多数近季都是以菊草为主 我觉得老马 早上可以更火气 早上 到他赢的时候 前季赢过千世 我都觉得千世 对他来说可能长一点 现在的马年纪不同了 好了 马特锋 我发觉他的展捕 很多时候还是不顺滑的 好像是有得追一下 但又不太特别 是方家柏的马 战斗英雄 都是一些密密上阵的马 当然现在是内圈为主 但其实他已经外观做好了 起码的身体是确实了 模式也有的 这些低下头 和你把他跑掉的 起码就在前面 好了 这只肖狼中 整体我觉得变化不大 始终僵口仍是差一点 你现在可能开得快了 周晋乐跳舞的时候 就这样好像顺滑一点 这只加州代表 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 他有些出步 所以有些碰碰碰碰 有时一碰碰碰 他就会拿平衡的时间 会比较久一点 整个马特锋跳起来 前后脚是 协调性不是很好 高气派 这些马特锋用脚是好一点 反而这一只 我觉得他 都是出脚直回低一点 前脚就很值得 但起码会换脚先 以前脚都不换 这只转瘡都好了 凶到爆 以往很少开跑道 中央跳到回来 以前在上手挪富泉 跳一跳 肯定跑了进去 今年用了换拳 可能换了助手跳 感觉有些不同 神区马铃 无敌精英 无敌精英在外面 就是这些 A加三 你说他状态不好 你也可以 无敌精英保持得这么好 每一场都有奖金 但A加三 你要迫他这样追 就不容易跑第一类马 两只D步马来拍杂 近镜是500 是腾飞塔 外面87 就是熊中联马 两只马都不太小 再加上这只腾飞塔 那些伤患都较多 摺了手 摺了行 看看会不会有什么不同 黄宝尼亚 骑了七只马 不过这只跑这么久 也不容易赢的马 就希望转马 防守跑得好些 喜布维加 这货落草地 没有戴眼罩 所以这只马就有点立落 试了个大集 都不算试得很好 这只马都没得跑 董明朗 第四场赛事 就是三天的头关 这一组 先选了两只马 其实好状态的马 这组都挺多 当然先收拾了一只 桃花多 但这只马去年 潘顿发挥得不错 希威森 过往都跑过 都曾经跑得好 另一只 博下这些冷门 过往完全没有草地依据 过了无位结果 我喜欢他用何宅尧 因为他今次用了一个 截然不同的风格 在这只马身上 过往多数都是田太安 一直大力去吹拆这些马 但骑式和手不同 可能发挥会有分别 神速有转变 还有一只五号的马特锋 这只灰马近期落草地跳 他都比之前走 是略为顺了一点 他不是短途马 上季千二已经有少少脚影 增程照计是对的 都似乎是一组乱局 说真的 我都建议你说 胡村多选几只都没办法 二号马桃花多 我会选的 毕竟都是会赢 流过鼻血 高冬尼道转走了 郑俊伟接手 这只马当然搞得挺好的 大集最后他有点细追 其他马桃 13号的起步为家 可能没有配备 就算以前的市集 他都不好的 没有配备 他一直在后面 有的 都不动 都不愿走的 一二零磅 潘顿这些 那你都要小心 一号马 线路通明 我建议拖 真的看样子不差 上季尾配备多 以兔 防沙 扎尼 那些马是麻烦的 他扎尼也会拖 但是他今年转了 除了防沙眼罩 转了draw ring 我觉得一只马是开始 慢慢好的 垃圾那一货全 只有一只耳套 都跳得好 他不是一只五八马 实超纳碗 线路通明 扔下他无防 四场赛事都研究过 接着下来 第五场 这一组就四班千四 这些组别 多马赢过一些 壮大指数表方面 都是几军势的局面 配备改动2 他就除了头罩 鼻枯扎尼有 但换必 除了环形可恋铁 初大这个防斜跑可恋铁 四号英雄本职 除了防沙眼罩 八百姓威龙 他就初大眼罩 除脸枯 好了 快乐高球 不够千四气量 那次第一次跑 第四 接着再跑 就到了 其实我看他现在这样的发展 这马好像似乎再跑长一点都可以 开始又游身一点 这马都 他有一些进步 这只就有型人 看重公布 就重了四十多磅 当然看看临场的马身 上季我就觉得他不够肌肉 如果今季现场饱满一点 撞石一点 应该对于他来说是好的 除以兔 这次就 好 接着看是标志将来 其实这只马 走出来的掌相 可能他都有这么大的吨位 感觉上 有时一对比其他马 有些小一点 他走出来是好样一点 这个阶 他出阶的时候不是很快 但是在嵐里 跟着 他回来走得很好 还要一直走入地 起码 起码现在 上季都已经是很快 第一季回来 已经懂得赢的马 再看看他在变化场地的出调 当然走势好像不是很顺畅 但是你看看那些拍跳 走势的马有力 丁冠豪的马 不是很多马 有试集出来跑 而这只就有 好 接着看看英雄本色 一三四近镜头 太阳升 其实都一直盖着它 缺货 有时两天 两天 都是要先看看 再跌了三十磅 接近三十磅 这只就碎炸 昨天朝见艾少礼 都放姜誠 抛一下马 让他自己走 他不是靓脚发的马 但是他摆脚是轻巧的 他不是摆脚下去的那些 所以你不要让他这些脚发影响到 说真的 这样的水准都已经赢了 你想想那些马 几乎好 这只也是 很大威猛 跑第三场 已经赢得了 可以个口径再做得更漂亮的 这只马 其实还是很年轻的 接着就瑞一 这些就是重化回来的马 试杂也有两脚 他不是试得太 马身也看上去是OK的 外观没问题 能力方面 就不算太高 起码四平八正跳下来 你有时很难解释得到 你现在看的是百姓威龙这样跳 我觉得这马跳起上来的动作 跟刚才那只马跳起上来的动作 已经很大不同 很大分别 这些马没有那么流畅 这些也是今早才回来香港 没有林志尊 少一点见面 但看上去 我觉得以往见他就活跃些 试大杂就不算太好 以他来说 可能没有戴眼罩 鬼鬼麻麻也不一定 那就要留意 好 接着再看一些事集 他说圣利神区 还有绿色好运 二竞力也在外面第二位 圣利神区本身也是一只 挺有前触的 但如果你看看 看重油好像下来一镜 跌了三十四磅 但他的颈真的薄薄的 可能现在你再看下去 旁边的一只二竞力不小的 那你更加看上去就说 那只马好像是颈薄一点 不过这个大杂 放在前面 贴到一条欄 他有头有尾 好像能力上 你看他都看光了 近期 潘明辉的放头马 整天都捱到近 上名 这只圣利神区 都是这类型的马 他当然不是超 但拼你们有什么闪失 他会近 梁区好友 他有一点喜欢中低的头 我愈来看他也是 跑下去都是整天都近 这个档位 又未必那么容易帮到他 好像叛叮叮叮 八档 好了 一对在松化拍跳 在那边就添气云 近镜就是爆热 两个马 操练都很足够 三个大杂 添气云 那些大杂都叫做 试得越来越好 第五场 3T的次关 四班千四 这组 我觉得都有一些混乱 虽然你说一二三 那些全部都是明星马 但他们各有他们的问题 而且你好像二有型人 上季打算他上三班 都一定够 但是一而再拼下去 他都不是那么超级 那辰转下来四班 应该目标所在 试集也试得很好 我也相信这些马 另一只有转变 就是十一 这只梁区好友 文家梁开过开得不错 两次都有马赢 潮州精神 和怪兽 豪俠 这只减分减得多 所以我觉得千四 均速可以四重彩 想想这些马 这组马 比如二号马 有型人都一定会疑满 可能有时有些马 就是有樽颈位四升三 它是差点 而且你可以留意一下 它就是 它薄身得力 现在重了几十磅 你临陈长在 要望看看是否 它究竟除了二号 会不会令它有影响 那些马 一压进去 它上季已经是这样 那只马就折起了头 害怕 它仍在学习 有个心智味很够熟 那又要转配备 它都试光了 两个阶子都已经拆光了 那希望真的可以 没有马押着来跑 它可能会好些 早点捱出来就好了 三毛马 彪之将来 我很喜欢它的大阶 这只马 也是一定很有前景的马 健康养得回 这些应该可以 丁冠浩 其实有很多好东西 起码三四只 彤德威 又老班精神 这些都是一些不错的马 这只都应该是 都可以留意 第五场赛事 都跟大家研究过 休息一会 来到第六场了 四班千二米 就是泥地赛了 先看看状态指数 跳得较好 我们都觉得 新强肤型不错的 配备转变 2号领航才智 除了开防眼罩上阵 另外7号的敬先生 手指戴眼罩 看看这只最好玩的试集 这一组集就摆在前面走 后面蓝蓝色衣 就是瑞一 至于包尾 勁大威猛 8月29 这一组 很多马试集 当然这只最好玩 也是焦点 上季就赢直路 赢十几倍 但今季一出 就试玩泥沙 这一组集 放在前面 轻松大道 瑞一都跟他那条路上 但走势 没有那么厉害 相反外面 勁大威猛 揽顺了暴头 他都追了一些 即是你说匠口上面 是贏过马 但这只不跟举步生风 他不是差的马 但匠口 是有时留都留不到 他试过神操跳也是这样的 领航才指 上季都跑过几次 但暂时未及水准 看上去 整天都觉得 马好像不够壮身 而且有些偏向矮一点 即是脚有些短 好 接着是有派头 快马交变狗狗为金 你看这只有派头对前脚 有点汗湿 那些马也是 有些可以再放松一点 而且你始终 仰得它那么壮 它就会这样 即是可以再收一些身 但起码上季赢 可能赢在体力 赢在摆前面走 那现在他用脚 又是比上一季 用得好些 它是有一个缺点 现在就算他用对脚也好 他也是喜欢 叮叮 它是额高的头 但这马是走势顺了 是的 一定要令到他走得顺 有时他走得不顺 或者碰碰撞撞 他就会差一点 所以为什么那马的演出 波动反覆 不是没有原因 好 接着就是保例生辉 都积极的了 但是底牌都已经看完了 也要看看有没有运势 其实排这些中档 我看它不差 你起码不会被人掩扎 被人骗得那么紧要 宁愿放出去外面 不用被马吃来吃得那么紧要 讲做的东西 工序 跳功夫 这马的神操是一只很劲力的马 他的水准是保持得很好 今早也是继续欺斯的最后试跑货期 大家都下了个头罩 试得慢 神态挺好的 这只保例生辉 伤患的图案 就是上季六月的时候 阻前求折受伤 都已经有一段比较长时间了 好了 接着就运来五保 好 我觉得好像走起来 都不是很有朝气 前脚又不是很开 可能地有些影响 但试集都很普通 四只马来地集 带头爆热 第二位机械骑士 无敌精英第三 四只都是五鹏制的马 还有一只未跑 就是逐步赢 机械骑士一直都固守着第二 直路而出 中达望空 建策学员都似人 似乎马 认真逼下去 跟那只爆热 回来就由头斗到尾 爆热都做了很多功夫 健康看来搞得更好 好 接着再看看他的单跳功夫 上季尾就找到潘顿 又接了手 五盘志 试集各样东西都做齊 但上季尾都挺好位 跑的时候都没什么错 冲下去是没有想象中那么理想 这只勁先生 我再看真一点 他应该是一只不错的马 他是一只很柔身 早上完全不起眼 但他没有脾气 我相信他未必是那么短 但你可以留意一下 马跑得如何 好了 这些我又觉得不是什么 积不积极 有什么什么 他是这样的 这些方式 对待每一只马 有不同的方式 这只有大杂 有弹瓦 这只马 以前也有这种工序 没问题 对 对 这只马上都跑了泥地 喜晋之声 上季全季都跑了谷草 1809磅的黄宝尼 是否吸引到你 施集当然在前面 是的 还要泥杂赢的 接着是延心声 这些也是 一定是有潜质的马 这几只心声系的马 有时还是生生的 演出还未是很稳定 新强福营 外面63 他也是一只神操比较厉的马 整天都觉得 就得就得 但上季经常都是 趴近 这只都不错了 接着再看看凡马加鞭 这一分可能跌到 穿了洞 这只马 等它正常的进度 就已经很快贏得了 四班都不害怕 很新的 这只马 来到第六场 四班千二迷 这场泥地 就有点复杂 因为很多马 就算你说有前颈 但它们的泥地验证不多 譬如你好像最好玩 到底它的泥地 是比草地更好 还是完全不行 这一点是没人知道的 但跳有时又会有点急 搶口 所以选回这只佳砖三 董明朗其实现在处境有点尴尬 你看它出赛已经不多 神速也很少跳马 但相对于欺威心 相对于霍宏星 人家的处境 今年好距很多 我相信已经闻到一点味 应该要加倍努力 董明朗 难得还能跑这只佳砖三 都要尽量跑好一点 至于其他马 十一 新强福营 试习试得相当好 我建议长线的 大家留意 就是七号马 那只厉害 这只马 的样子挺好的 看看它会不会跑近 慢慢作为日后的跟进 这一组马 都是混乱的 但是很多马 又不是特别快 所以就算外面 盖的那些马 它排了外档 都未必说吃虧的 你现在数分中档的 开始才是叫快些的那些马 我选了新强福营 因为排入面 我觉得未必好 因为中外档那些马 会抢在前面 压进去来跑 有派头 机械騎士 这类型的马 喜晋之声 你放在黄保尼上去 就直接走硬 那是不是里面那些马 怕前面那些马 退下来又吃那些泥的时候 它们在里面 不是省 反而还未必那么好 所以宁愿选回中档 走生位那些马 新强福营的 又吃得泥 又追得 我觉得这个马 开始是越来越实正 它是明显有进步的马 我觉得在这一组上面 因为就算说真的 数到保利生辉也好 机械騎士 我觉得机械騎士 都好像是这样 因为上季尾可能 感觉上有些定型 有些觉得它应该更加好 但是它只是去到这个位 最好玩呢 潜质是有的 但我觉得这只马 是一只不稳定的马 所以你说排在里面的档位 而这样吃泥 第一次跑 我觉得 你要小心一点 慢慢想 选回这三个位 就是伸强福营 这只 都很硬正的 六场赛事 研究过 接着下来第七场 来到第七场的赛事 中华三远 挑战杯 状态fit的马刀 我觉得四五 阿匡就二号 配备各一栋 三 铁三角 转移马房 初戴鼻窟 初戴交叉鼻窟 初戴防斜跑口含铁 除了环形口含铁 再数到七 初戴面窟 十一都是 是 先看这只香港神区 这只马 都要比较长一点时间 所以有个伤患纪录的符号 跌了二十六磅 这只是重症 这只桥峰 接近千二磅的大马 但它走势是顺畅的 上季我也提过 这只桥峰 它跑一下跑一下 状态越跑越好 希望它也是一只摺得到 上季如此勇銳 可能那一千集是促了 好像名次較厚 但不是很差 铁三角 转移马房 也是这样 那时那只天使命驱 是什么 啵啵啵声 一味酒 看四集 千里如飞第二 后面紫色衫美神来 在外面十二神像 包美美丽多刑 外二龙 九月三日的《黎地市集》 都有很多马 要看 第三位那只跑了 因朗人生 千里如飞 在前面都尚算轻松 美神来就用了 布民事 用了个棉库 十二神像 好马 挺厉害的 甘胜名区的 苏惠賢 很多质身马 近期的巴基 知性的那些 未跑 外面有阿尔隆 他追得很厉害 但这只马 呼吸而气 好 再看看这只十二神像 一样 他的配件 都没有什么大动 其实以前都是这样 二套 房生阿扎尼 跑了一个千世 大家怕不怕 西林巴 西林巴 都没有岳马 这只好 这只走势越来越顺 描述高歌 对于他的情绪 他还可以稳定些 整天都会汗湿比较多 但他自己一只跳会好些 拍跳有时就会抢 好 接着再看看试集 分别有这只 喜俊之星 幸运震撼 外面九尾湖 街砖衫 一直要占 紫色防衫眼罩 那只 后面 尾子 迎刀爆蓝衫 他都是被人阻 他不是不能追 马特锋 就在后面 转弯定大外当 那只幸运震撼 但我觉得这只马 他好像未够肌肉 因为我看回他的单跳 他可以再长成一点 可以再 因为这只马还是年轻 还可以再大胜一点 初出就跑1200的 上季 但现在这样一跑 就跑1400 跑第一名 你要想一想 他有点像快乐高球 早期的那种感觉 这只马越来越立落 越来越不远走 他不是很起眼的 有点神粗 好 接着是千里鱼飞 跑是初戴面枯的 他曾经重化 但我看他早上的事跑 仍然是粒粒的 再看看 接着来就是 藤龙四海 近镜317 他回了重化 但是在重化试集 试得不错 烈火弹集 跟着那只标志多多 他上季跑三场 三槌都追 这只马 可能是有些潜质的那些马 但现在排了这个档位 就怕对他有多少影响了 排了11档 是不是跟对比上季很大分别 我又觉得暂时还未是 好 接着来看看重化试集 中间金斯胜掌 内南是延心星 尤其是东方飞影 这组是八百米的短途集 所以很多线路的旗身 很新的马都在试 其实最后一群马 都是两个马位 三个马位回来 水准不容易得到 延心星按住 东方飞影 最后才撻顺了 追上来 整堆一堆 一堆 这些事集就涌过终点 上季尾就不停追 有得追 好像跑落就挺有黑 譬如碎炸 但我觉得这只马 真的比较小 我是一样的 这只智旺材 开来日就做了个冷脚第三 但当日那第三 内南有一堆马 就堵了 是不是都有一些受益 我觉得它就未算很好 那就叫做跑过一场 好了 接着九尾湖 我又换了脚 他曾经有那些伤患 就是整清头 上季尾就退出了 大家都跑之 我都觉得没得住 整天我怎么能力 来到第七场 东华三远 挑战盃 选了两只马 乔峰和十二神像 两只都是中年马 大家都是大熟当打之旗 我相信他们有个潜质在 尤其是四号的十二神像 我相信他千四可能会少短 但第一次九尾复出 我又不太介意 再跑 跑多一两个回合 可能要上程 所以这些马 潘顿都很重视 其他的马 铁三角 我觉得转了仓 马又回复以前 有些过急的现象 可能配备不同 因为用在希斯那边 他很多时防沙 那些马定基 周永航都用了 他就有时会 触得到他更紧 但过了郑俊米 有时用了鼻孤 他好像额头 涌着涌着去 形态就好像不太好 另外就五 描述各个都是进步 当中的质身马 都要留意的 所以有时只见到 最后八领 你当然捉得很厉害 其实有时要看个别的马 很难说一概而论 每个马的性格都不同 喬峰的大集 我觉得是短了 可能只马跟得速了 但你想想 上季尾一好开 就可以接连地 交出稳定的表现 你在这些组马 都不觉得有什么 可以交出这么稳定的表现 什么精算特殊 我刚才说过 喬峰 可能临翔这些马 有时会容易很紧张 喬峰已经试过 是能赢得的 他那时 临翔在集后面 也有些害怕 那只马这么紧张 那么急 但没什么问题 因为突出的马不算很多 4 12神像 已经算是有能力 但是到他不行的时候 你又会说他1400短 当然热生一银 上1600 1800他会好 这个也是事实 但你也要弄 五号马瞄算高歌 廖康明 其实几只马都在 幸运震撼 我是怕他第一次上来跑1400 我觉得这里怕他有些吃虧 而且他在今季初出 就已经跑1400 第七场赛事都研究过 休息一会儿 继续看第八场 都是这个泥地 三班千二 这组就多泥地好手 壮梯 也有很多马 看来是不错的 配备转变 十二 这只很久没有跑的色总绍 除了眼罩 首次用半掩防沙眼罩 首次用防斜跑口含铁 除了环形压舌口含铁 先看这只喜之宝 昨天早上落草地 彈回货集 原因是因为他较早前 事大集 漏了集 但昨天早上出集 没什么 正常的 走势就顺 他曾经重化 反而这些走生位 这些中档可能OK些 好了 接着就宜敬力 这个马房 我真的越来越看不透 什么环宇风彩 宜敬力 我都不… 都是害怕的 有些似是而非的感觉 这只包装百乐 上季都是一只明星马 他翻了重化 试这个集都试得很轻松 一路组短 够快 放在前面 有些马走势很快 这只包装百乐 中档上来 就指红衫是闪电 外面就是族日升 那些都已经上阵跑了 后来看似好像不是很多 但是很轻松 根本其实他都是一只 挺好的马 你现在看他这样的过步 他都转转转转转 这些马是新型的 好 接着看看试集 智强不息是第二 后面快乐高球就埋了难 六三就碎诈 外面有被枯 是铁三角 九月三日的泥地大集 这只智强不息都试得很好 它是一只状态来得很早的马 但我相信它应该要把握贵错 因为它不是一只很厉害的马 而且三班它不超 希望有个勇态尽快用 快乐高球就忘空了 报名都立了几下 他就慢慢慢慢走上来 接着铁三角 顺利过终点 外面飞越星空 你看那只碎诈在外面 多小步都不行 脚又坐得高 不过就有客 自强不息 你整天都没什么变方不靓 说真的 你要短僵顶到好行 状态就长期很好 这只上季都一再赞 这只精英红芯 尤其是走圈的表现 因为这只精英红芯 如果大家有现场入场 看看马行圈的形态 那些掌相 那些马脚伸得如何 这只马的比例一流 这只灰马 当然来地后 也展现到它应该有的能力 这些货集对着一只高斑马 陆坐无限 大家同道 两只马都轻松 这只马都是外面 蓋人精神一点 这只马都 基本上它草地也好 利地也好 它都是拼出去外面跟你追过 拍下去都真的有板有眼 我都觉得这只马的状态 进度今季 承接得非常之好 利地有没有得追 大家都不知道 好了 这只摆明居马 成二龙 八岁 七岁的老马 你有多可见 潘顿在试集 这么认真去逼一下马 真的试试一下马 到底有多少 过了二百米线 开始期了 那其实是好的 这些试集 因为大家拍着 逗一下 对于这些马 我想起到的作用较大 好过顺着 在后面跟跑 回到来 我想收到的效果会大些 那外面这些追得好 都灵复星 精彩动力 那些稍后上阵 基本上都不知道 将来还有没有全身功力 你现在就已经真的做的事 胜以龙已经做得好齊 来迎战这一场 那怎样都是列入要选的马 其中之一只 在这一组 好 一对马拍跳 又看一只三六八近镜 就是爆二 上季健康都很转 所以你看他上季在六月那些时候 不跑 但继续试集 今季也是三个大集 个个都跑来地都出牌 基本上都怕死没得跑 这只什么都没有在身 好 歌舞团 都是跳下跳下 都还是紧速 整只马 再跑了 自己说是有一只长居重化的马 变化就不是太多 那些脚法 首先就有些高 腾空时间 竖起一条尾 所以令到他有时转弯 转得不漂亮 常常都有一些外闪 少少扯高的头 我一般 这只又是你看那些脚法 就是 不过以前他都是这样的 葵铺千里 转了马房 又转马房 那些立的 我都… 希望跑得回 再看看 这些是新的 叫做《赢得自然》 又是一些重化兵 这只找王宝来跑 当然我自己对他的认识 真的不是那么深 看他的试集就跟得下 在前面一站就回来 外地两边交沙 贏了的时候 又大肆宣扬 好了 赢得自然 色总少 曼士快 曼士快的杂生 不是很快 我喜欢那只色总少 我都不敢说 追又怎样 又来地又怎样 但这只是北半球马 你看看赛云 很多马 缩在后面跑那些 安泰 刚刚有一只 报民游跑第二冲上来 都几乎得那些 明心之余 明心之余 色总少这个试集 试得很厉害 是的 你看看开罗日 阿赛的五只参战马 每只都追近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这只色总少 上季只跑了一次 所以健康 可能都曾经出过大问题 今季正常回来 好了 第八场 又是跑泥地 我想大家跑了第六场 应该有少少微目 就是这个场地 我先选一只飞马 四 自强不息 这些不是很厉害的 你说长远一定不够 五号精英雄心好 但现阶段希望 早点走掉你 偷一下鸡 因为那只五要追 另外就是一 喜智堡 这只九优特佳 以往我记得它 每次偷偷回来 拼一两铺 它就散了 所以这只喜智堡 重视什么重磅 我觉得也有得争 另外就是三号包装八落 都挺好的 身好像长成了 多了些肉 当然可以再实正一点 实岩实耻 甚至是六 胜二龙 所以我想这组泥地 应该都不会爆炸弩 应该都是那几只马 控制大局的乘数较多 是 看放还是追 哪样能力高些 数了很多只马 其实我就 你看看拿了哪个马 做胆 一三四 追的那些 就五六十二 硬硬要就 那些三四名 就要那一只二 但是你说简胆 我拨一只 刚才我数一三四 我觉得前景最好的 应该是三 四号码的分 是有些已经去到 差不多的水平 那只自强不升 但它胜在足够 它就来地又厉害 就是这样 但是包装八落 照计这只马 没理由 就是去到这个位置 演出变了反复这样的 你现在被它 再回了一个暑假 再出来跑 放在前面走 因为有没有能追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我就拼了这一只 其他的马 十二号式总少 我整天都防去 但是你一床内 就来地千亿 又不知道有没有能追 又不知道这只马 是否会来 这只马 应该今季可以是 爆上去的 所以要留意 八场赛事都研究过 休息一会 继续回来 第九场赛事 这一组就三班 一千直路 再看配备那些动物 环宇风彩 除眼罩 重戴开封眼罩 扎你无变 十号、十一号 都是初用环形 可能不贴 他们都是初出 十号三军勇将 初戴头罩 扎你无变 十四 万事快 除眼罩、除扎你 好 先看这只 当家精神 近镜头一只 砍天铁也可以看 你看到伟达 跳这些马 近镜头一匹 这些手 真的跳得很漂亮 马就精神了 嘉年华那晚试集 也试得好 这只一千米的路程专家 万里飞翅 上季尾都还在赢 但今季 我觉得这只马出来跳 他不是很活跃 但到底是否这只马有转变 我都觉得他没有那么硬 这只也是 我都搞不清楚他是如何 这只陆续丰收 我看他都立得这么紧 现在宿内跑一千 看这些肯走一点的魔术控制 前面跑到中档 后面就是乔峰 乔峰 刚才浩然也说了他的情况 顺着回来 最后也没有特别大力吹拆 反而这只魔术控制 他是密脚的马 顺跑速度 今年转了马房 去了无畏杰 在黎昭升 但试试这个集 他有前有后 试得不错 这些马要防 有变数 起码都是一只前景的马 因为他重心低 他的马是压得很低地跳 因为他可能他的马 都不是大只 外面那一匹 外面有和平波 密脚的 塞正的 肯定有前景的 这只 无畏杰接手 又养得好 希望临场不要那么急 好 又看看嘉年华集 前面见到环宇峰在 六三和平波 后面有鼻枯当家精神 后面是声韻兆爵 声韻兆爵 你不要看他在后面 过中点 他都在沿着外难涌上来 其实都试得不错 另外时尚风趣赢了 贴着外难 和平波大力推棋 那些马都去到那个位 有些跳 就是那个杂伤的位 接着环宇峰 他上季试过异常呼吸声 所以这些马不是很可靠 没有事就好地地 陆续光芒 是吧 五盘只有一只 没有东西就可以了 有东西一喘 说没有就没有也可以 所以我就… 还有这些马赢完之后 根本就… 水准这么飘忽 好 看看这组来地集 外面就声制快车 前面就是歌舞团 这只声制快车 其实上年都长期热红 但很多时候都是3344 最叽的跑了第二 好像都要赢未赢那些马 这组集当然就按着跟跑 一路都走出outside 反而歌舞团就认真迫客 可能上一些马 试试换一下 当然他做不到 其实下去都还可以 不太差了 跑了第二 好 接着再来看看 这个声制快车单条 跌了四十多磅 這隻馬,不半購馬,臨場真的要照顧他 都要再看看,其實薑口還有些緊 好了,這隻就翻了重化的大財 所以近期都少見到他 上季都薄很多,這隻大財 也有一、兩場很厲害 今季只能夠保持 我想他不會有什麼大變化 接著看公頂 他上季試過健康的問題 四月中左右,頭過一大輪 我覺得這隻馬這樣跳到很小 屍襲都一般 這隻就是東方非映,近鏡 他年輕的時候演出很準 但來到這個階段,我都不太認識他 一場可以,一場不行 這隻東方非映 現在跑到一千,照計難一點吧 好了,連連幸運在前面 十八掌門,紅眼罩 後面一隻叫銳耳 第一個閘,很少功夫 這隻馬這樣跑 都是看得穩陣一點 好,看看這隻放頭的要寶 後面高氣派,外面勁先生 萬里菲治是尾爾 勁先生這組大閘都下了個眼罩 當然騎士也在教馬 旁邊高氣派,腳髮不太漂亮 鐵蘭、萬里菲治 雖然是斯麗利閘 但是騎士有提馬走的 他不是很追上來 前面要寶走勢是一隻很純熟的自購馬 早上也挺乖的 沒什麼特別的脾氣 外地就… 戰績當然我不知道他聰不聰明 好,接著再看看他 這隻馬大過的那隻 連連行運都差不多八磅 即是還跑短途 不過那些馬小小喜歡擔高的頭 都仍然適應著 這隻三軍用將 上季都落過長跑 都輸得不遠 但情緒還未穩定 來圈就這樣 一隻自己在那兒 萬一騎,三腳跳 他都不是很乖,有些拚 好了,串落首軌 那些都是走棋棋 還有跑這些路程 都似乎都真的 嚴短得挺緊要的 跑近了先吧 看完這隻萬事快 最後一條都用了個防曬眼罩 但黃寶妮的操控 都算是這樣的 我打算他一定捉不住 這些馬去到對面 一定是飆到去 不對,收庭都還可以 好了,來到第九場的三板一戰 這組都挺混亂的 都算是接下來星期日 較為複雜些的一場賽事 先選兩隻 兩隻都是些不算很硬的馬 萬事快 就貪過輕磅 105磅 確實是很吸引的 看看落到長的操控 最重要的是騎士 現在有些信心 因為跑一千 剛剛就上了名 另一隻就是這隻耀寶 我不知道他到底 可不可以一出就殺光了 但我喜歡這些馬來到香港 感覺上對於這個環境很適應 不是太多特別扭令 飆汗 僵口不好 它完全沒有 最重要是現場都鎮定 儘管試試這些馬 前面很多馬有疑點 譬如一、二 好像沒有之前那麼漂亮 另外陸續豐收 那些也是神速 那些馬都不走 我就有點怕這些馬 對呀 萬里菲治 有這麼多年紀 可能是季初 看看可不可以 直路賽專家 但其實我的馬是 早上沒有那麼小 那隻馬 還有流過鼻血 健康養得回 萬里菲治 已經再贏了 選了一隻四號馬 魔術控制 我對於這馬的前景 其實挺看好的 因為最初新馬回來 在黎超星試習已經試得好 可惜落場是 可能未盡如意 你說報的場地 什麼路程都好 可能是有些關係 那現在忠然之無謂接手 其實隻馬還是有些急 但是他已經比上季 剛剛來的時候更加好了 所以駁他閒頭 那些四號的魔術控制 另外一號馬 這隻當家精神 我覺得是必定要搖 跑了兩季了 已經 一路跑二班 都不知道隔了多久 世紀 才落回來三班跑 那你跟這些對手跑的時候 其實明顯上面 那個級數他真的有 整體功夫大閘 加連華那晚做得好 看那些泊草地偉達 這樣跳 當家精神都跳得很好 三軍勇將 我覺得可以搖 這些是你很難有什麼特別解釋 但新馬回來 其實這些馬都已經是不錯 套了耳套 定點 衝一點點 剷入三四名也好 九場賽事 研究局 接下來第十場 第十場 繼續草地 三班千四 好狀態的馬 都不少 看看那些神粗 一號 這隻就是魅力之魚 他就在蟲化為主 當然功夫 他不是說認真太多 走勢就不夠勁 這些馬 上季就很銳 好像走下去 試襲都普通 你看他在裡面 楊光勇士就橙衣 衝出去外面 那一隻 楊光勇士 之前都經常都留不到 或者薑口都還沒那麼好 去到季尾 你看他上季都表現是可以這樣承接到 都算是挺好的 魅力之魚 紫色衫 現在大概包尾那一匹 我覺得這隻馬 比下去 都不理想 楊光勇士 他有一點內閃 但都輕鬆的 追上來 楊光勇士的表現很厲害 可以跟手機標霸 有勝負的馬 是很少的 你看看他 一纜順了一個暴頭追 那幾下很厲害 這隻楊光勇士 現在要盤算一下 A加三這些馬 怎樣追 如果當年沒得追 那就難過了 老班精神 九九為專 狗狗維尊試過想衝一些比較高水平的賽事 不行,就要重頭來過 上季未跑過一場,還很差 但今季這樣做下去 我覺得這隻馬真的不簡單 飆上來的勢力很厲害 田泰安又沒有跑到,現在霍宏升 但我覺得不重要,不會熱 傷患的圖案上季難以接受 動作有疑慮,相信問題不大 剛才大閘也確實追得厲害 老闆精神也不錯,你看他試都 好,接著是美賴蟹口 有辣有不辣,有時潘頓跑這類型的馬 順又好,大家沒有辣著的時候 沒有問題,保養馬的狀態就沒有問題 對,就像東方飛影一樣 你捉得到他就過癮 你剛剛卡住幾場買,他都不行 你又找了 這隻仗義,耳朵有點紅 我覺得他走勢還是有點速 可能頭額得高 對,照計就是了 老闆精神,他現在第一次出來跑 就是千四,但其實這馬路程都要上 好馬,又輝煌精英 這隻肯定也是 時尚歡欣,這些經常我們都覺得 好像一些動作、出步 好像不是說認真,很漂亮,很瀟灑 但他是實際 馬主贏了,剛剛星期三 美場贏了時尚風趣 他不是有條天線嗎 是 在尾巴 大王婆,火就不夠 其實就真的不是很夠火 不過不要管了,A加三放 只有一個跑法 他試習不就叫他放得有聲有聲 這隻到 這隻就是和平波 這個神操是濕重場地跳的 所以就不用太介意出步動作 都是小心為上 當然功夫有的 這課跳完都還拍了一課 這隻馬都應該挺厲害的 好,接著看一隻星雲少爵 他經常勝都不是很差 但跑好像都挺難贏 剛剛過了他就是三軍勇將 三軍勇將在前面 他自己都輕鬆的,這課拍草 太陽勇士,上季都跑過 但印象就不是很深刻 今季看他跳,我覺得這隻馬太速 雖然你看他好像撲到去很肯走 但他不是很自然流暢 這麼久不跑的北半球馬 好,接著就勁進區 上季跑過一場而已 看他回報,跳起上去 馬很小隻 他不是瘦的,這隻馬就小隻 陸續光芒 又是呼吸曾經出過問題 所以演出難免都是時好時壞 缺貨不是大問題 只是很少日子 你想想呼呼呼不順 好,外耳龍 追得也很厲害 其實外地這馬已經跑到較長的路程 上季一千千二的事 但我只是有點不喜歡他 抬腳時有點高 要走三位 美場賽事,三班千四米 當然現階段時間上早 我們不知道場地狀況 化繁衛艦,選狀態 楊光勇士是一隻相當厲害的馬 而且一走到三位,他都頗厲害 另一隻就是三,狗狗圍鑽 加連麻雜追得好 接著九日下草地拍跳 果火勁得不得了,這隻狗狗圍鑽 我希望他可以落場留得到 其實田太安跑我有些擔心 但霍宏鑽,姜誠就比較柔 但他落到場,他沒有騎過這隻馬 但他跟這隻馬的甲不配搭 但陳粗這對馬都是對版 除了這對,也有很多好狀態 譬如老闆精神、時尚歡欣、和平波 聖運少爵,都是有備而來 所以這組美場,範圍確實是比較闊 要不想一下,如果美場放投好 都不管了,黃寶妮減10磅 黃寶妮減10磅就跟你打 你美麗蟹後不敢跟他打 如果鬥打的話,潘頓怎麼會跟你打 然後你再看,沒有什麼麻煩 這個你要臨場再看 但你嚴格雞,黃寶妮減10磅 不是很夠火 不過大閘都叫有頭有尾 就是團了很多體力來 然後沒有麻煩,這個是其一 另外老闆精神都會比較前 但我看長遠老闆精神,1400是對的 然後再想一下,我說了A加三 你要是放,要是貼了條欄 和平波沒跑過1600的 其實這些馬來香港之前 在香港一出跑1600 連續三場都不是差的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有條欄 而進度是理想的 和平波一定要要 陽光勇士一定要要 這些馬來香港沒得飛 其他下臨場再看看 10場賽事都跟大家研究過 看看今期選了什麼馬 我選了第五場,3號這隻標之將來 很明顯健康狀況是養好了 那個大閘都試得有聲有息 又不會很熱,先駁下去 我選第10場這隻陽光勇士 好了,10場賽事跟大家看過 提到一次,今次開播時間 正常,一點靜 今天節目時間也夠了 下次再跟大家研究 拜拜